公園旁邊兩方人馬聚在一起 大大出手 現場不但有轎車被砸 還有休旅車車頭被撞毀 車窗也被砸破 地上還有被打斷的棍棒 警方快打部隊到場 迅速控制場面 將這一群年輕人通通逮捕 帶回警局調查 吃飯地點就在彰化皮頭公園 警方說動手的兩幫年輕人 其中甲乙兩人是國中同校同學 在IG上起口角互嗆 誰的老大比較大尾 其中乙同學找來校外學長助陣 嗆瞎要談判 沒想到假同學 一口氣叫了五車十多人到場 都還沒有開口就直接動手 先是開車衝撞 再拿出棍棒衝進人群 痛殴之後逃離現場 警方調查嗆嗆的國中生事後 丟下同伴落跑 而被找來助陣的人 無端哀咒受傷 還被警局逮捕 依刑法 劇中鬥歐等罪名 已送法辦 另外打人的五車十多人 也將被陸續傳喚 道案說明 TV新聞陳志忠 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